这次有名陶义移工爬上了台铁的高架桥 他翻墙之后遭到了台铁117次自强号撞上 这名移工送医不治 那么最近的状况还有包括当时发生的过程 赶紧连线给记者廖帆一 帆一 好 主播 稍早在中午的时间是在台中的利林战 也就是风源跟谭起之间 发生了一几台铁撞上人的死伤事故 那当时是一名陶义的移工不断的躲窜 那之后他就侵入了铁柜 接着就翻到了护栏外面 那警方货报道场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也请消防道场支援 是在这个高架铁柜下面设置这个器件 避免它掉下来 不过这个陶义移工一字是害怕这个追击 之后他就又从护栏搬进了铁柜里面 不过却不幸遭到台铁自强号1174的车 撞上当场是伤众不治了 而警方表示为了要厘清整个事发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台铁1174当时呢 是停在了这个阎林站 等待进行这个搜证工作 那当时呢是影响了列车大概是11列 那有总共影响了205分钟 旅客大约是2880人 那总共是处理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才恢复了双向的行车 那当时的情况呢 警方表示为何他会侵入铁柜呢 都还要交由台铁的警察进行部调查厘清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叫很容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